CBA消息 哈德森确定加盟 蒋兴权锁定王牌内线 二哥辟谣赴二代 哈德森确定加盟 北京时间6月1日 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刚刚退役没多久的NBA传奇球员哈德森将会加盟到辽宁南篮 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 当然了 这里所说的辽宁南篮是辽宁省新组建的义胜雪狼队 将会在今年夏天参加NBL联赛 众所周知 辽宁体育局对篮球的发展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支持 一直致力于将辽宁南篮打造成城市名片 随着这些年的发展 辽宁南篮无论是国内影响力还是球迷基础 在联盟中已经属于顶尖的存在 依托篮球事业的蓬勃发展 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的腾飞 不仅如此 辽宁当地政府的目标是组建第二支CBA球队 辽宁一胜将会以NBL联赛作为跳板 为基深CBA联赛做好准备 据内部人士透露 目前辽宁一胜的外援阵容已经基本确定 他们分别是哈德森 扎克以及泰勒 想必哈德森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最早加盟到山东南篮 代表山东南篮出战26场 场均能拿到22.4加4.5的数据 其中两分球命中率高达61% 三分球命中率38% 虽然现在因为年龄的原因 哈德森已经无法适应CBA高强度的对抗 但是应付NBL联赛还是绰绰有余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 哈德森对于辽宁南篮的篮球文化 还是相当认同的 相信会很快地融入到这个团队当中 在这里希望辽宁一胜雪狼 能在NBL联赛中脱颖而出 最终实现CBA的梦想 梁星泉锁定王牌内线 北京时间6月1日 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辽宁南篮技术顾问蒋星泉帮助杨明锁定了一位 王牌内线球员 并建议辽宁南篮对其进行重点培养 他就是青年小将任续航 众所周知 蒋星泉作为中国南篮名宿 虽然已经83岁了 但是一直关注着中国篮球的发展 在今年 蒋星泉指导接受了辽宁南篮的邀请重新出山 担任辽宁南篮的技术顾问 全力辅助杨明的战术安排和人员分配 这次辽宁南篮主场横扫浙江队 背后离不开蒋星泉指导的出谋划策 虽然蒋星泉并不直接参与决策 但是他的建议基本上都会被接纳 更重要的是 作为教父级别的人物 蒋星泉非常清楚辽宁南篮到底需要什么 其实任续航的篮球天赋很好 再加上个人的刻苦训练 很快便在辽宁青年队展露头角 这正是这个时候 任续航被蒋星泉所发现 众所周知 目前辽宁队的内线老龄化已经非常严重 但是球队重点培养的年轻球员刘彦宇 至今还不能独当一面 慢慢的管理层已经对刘彦宇失去了信心 从青年队的表现来看 任续航的个人能力已经不在刘彦宇之下了 但是任续航现在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 那就是自己的伤病问题 这对于任续航的状态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不过相信蒋星泉指导都亲自安排了 杨明一定会重点培养任续航的 在下赛季将会出现在辽宁南篮注册球员名单中 二哥辟谣 富二代 北京时间6月1日 以则李小旭是富二代 家中有矿的消息冲上了热搜 至今热度不减 甚至就连李小旭选择降薪流队的做法都被球迷解读为 不差钱就是完 近日李小旭终于出面辟谣了 通过自己的个人社交平台留言 我要是富二代还研究这个 就是普通家庭 不过细心的球迷却在李小旭的配图中看出端倪 原来李小旭的配图是一本关于收藏方面的书籍 为此很多球迷调侃 李小旭是一个研究收藏艺术品的普通家庭 至于李小旭到底是不是富二代这件事 我想大家没有必要太过认真 毕竟那是李小旭的家事 我们关注的重点应该是球员和比赛 接着来说一下李小旭决定降薪流队这件事 相信如果不是在于浙江的最后一轮比赛的亮眼表现 别说李小旭决定降薪流队 就是决定退役 很多球迷也不会感到意外 作为联盟中33岁的老将 随着年龄的增长 状态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下滑 这个过程谁都会经历 如今的CBA联盟已经发展多年 退役的老球员数量越来越多 他们年轻时为中国篮球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如今退役了 除了一身的伤病 什么也得不到 中国篮球要想发展 不仅要重视现役球员的培养 对于老球员的关照 也能体现中国篮球的温度 李小旭是幸运的 但是像李小旭这样的球员又有多少呢